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1年8月31日 圣罗伦速攻后帕托拿图 周二凌晨,阿甲展开多场争夺 其中圣罗伦速将坐镇主场迎战帕托拿图 圣罗伦速近期连战连败 球员士气已经跌至谷底 就算是一面对整体实力并非突出 而且网继落于下风的帕托拿图 圣罗伦速也难有取胜把握 金杖优先保住主场,不失方为上策 圣罗伦速近期表现奇差 近五轮连赛不胜之余 最近四场更加连战连败 排名也从第二名暴跌至20开外 圣罗伦速在这波四连败期间 甚至颗粒无收还总共失掉九球之多 此等攻守演出根本就与自杀无异 导致球队开季头四轮 不败所获得的优势顺即化为乌有 虽然本轮对手帕托拿图整体实力 并非突出 但是以圣罗伦速近期如此不计的演出来看 金杖只要力保主场不失也算是有所交代 帕托拿图经济连赛以两场2比0的连胜开局 前锋S苏莎在这两轮连赛当中均有斩获 但是球队随后状态回落 近六轮总共只赢过一场 导致排名急速下滑 表现与金杖对手圣罗伦速颇有几分相似 帕托拿图经济连赛场均能攻入一球 10.75球 在攻守两方面的数据均好过圣罗伦速不少 只是球队近六次对阵圣罗伦速均有输无赢 近三次更加全数落败 帕托拿图在双方金次对阵中难免不被看好 好在圣罗伦速近期好善乐师 化身成为宋芬童子 帕托拿图此行想要全身而退还是很有希望的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